神很明显他是定义要毁掉这首都马城 为什么还给亚伯拉罕这个代求的机会呢 好像给人的感觉是亚伯拉罕的祷告 可以是关乎整个城市的命运似的 难道他代求的这个格局太小了 或者说他只是关乎自己的家人吗 那这里面我们要学习什么样的一个功课 因为我们前面也说过 亚伯拉罕处于一个败偶像的家男环境当中 他的家人处于一个同性恋制城当中 将要被侵服当中 所以在这种环境下 他如何收信成为一个 跟福这个神的源头连接起来 他自己蒙福也能够祝福万国这样的人呢 他在这种环境下能够收信的话 一定是可以成为我们后人 有很重要的一个启示 也就是说我们如何在险恶的环境下 成为蒙福的人 同时也要成为其他人的祝福 我们也知道 亚伯拉罕他成为万国的祝福 神所使用的方法并不是让他拥有万国的荣华和财富 并不是这个样子的 真正万国能够蒙福能够成就的是神他自己 我们这个关于对福的理解 不能够具现于这是物质生活上的好处这个层面 神给我们的福气 关乎我们一个生命层面是关乎永生 在生活层面关乎着神 他与我们同在 我们享受与主同心的节奏 然后也知道神跟我们同在那个平安 我们可以很好的享受 这是关乎生命和生活的福 而不是只是看到我们眼前的好处 所以我们基督徒应该兵器 有这种概念就是说 我如果不是拥有万国的荣华 我就好像不能够祝福别人似的 不是这样的 亚伯拉罕是这样成为世界的祝福 我们知道到雅各的时候 他竟然是给当时那个 这个法老王来祝福了 他拿什么给的法老王祝福 一切都来自于神 所以我们要看到 代求是我们每个人 都应该学习的一个功课 神希望我们看到 祂是我们的神 祂是拥有一切权柄和资源的神 要让我们学会 为了别人的好处去代求